把U盘插入电脑时 提示文件或目录损坏 且无法读取错误 怎么办 首先 可以换一个电脑试试 因为有时候 无法访问和读取U盘 可能是电脑本身的问题 如果不是电脑的问题 那么可以用下面的方法 来尝试恢复数据 方法一 使用命令提示符 在Windows系统中 使用命令提示符工具 有时候可以修复 U盘上的损坏文件系统 具体步骤 一将U盘插入计算机 二 按下Wn加2打开运行框 输入CMD 确定三在弹出的窗口中 输入以下命令 并按Enter CHKDSKU盘驱动器号 F 其中U盘驱动器号 是你的U盘所在的驱动器号 点开此电脑可以查看 命令开始运行 并尝试修复文件系统中的错误 完成后 就可以尝试访问U盘上的文件 方法二 使用数据恢复软件 从应用商店下载 相关的数据恢复工具 比如Recuba TestDisk 安装并运行 所选的数据恢复软件 然后按照软件的指导步骤 开始扫描U盘 扫描完成后 会显示可恢复的文件和目录 选择你需要恢复的文件 然后将它们保存到 另一个驱动器或文件加上 如果上述方法无法解决问题 而且数据非常重要 你可以考虑将U盘 送到专业的数据恢复服务中心 此外提醒一句 当U盘出现问题时 尽量不要继续写入新数据 以避免覆盖原始数据 增加恢复难度 关注我带你了解更多 实用数码科技小贴士